3 2 1 2月4日晚 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 继北京2008年奥运会后 奥林匹克会期时隔14年再次在鸟巢升起 中国首都再次聚焦全球目光 不少香港市民在家中通过电视直播收看了开幕式 并通过拍摄视频的方式为北京冬奥会加油点赞 香港市民曾荣辉早早结束了新年第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中 准时与女儿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冬奥会开幕式的直播 她说 时隔14年能看到奥运会再次在自己国家举办感到非常激动 她直言 相较于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 此次冬奥会虽因疫情原因难以动用众多演职人员 但却因大量科技元素的融入而显得更为震撼和精彩 真是非常之兴奋 非常激动 其中有一幕就有成几百个小朋友 就一起拿着发光的和平甲 它也都配合了我们很厉害的LED 也都有个追踪技术 小朋友去到哪里就有一些银河星沙就追踪着它 这个场面真的很震撼 这个完全是一个文化 科技 我们国力的见证 相对人那方面就会用少了 因为始终是疫情的关系 但是我们就利用了我们的科技 我们的光与影 很圆满地 很厉害地将所有东西呈现在眼前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香港市民徐晓哲 在他看来 这场开幕式完全实现了 简约 安全 精彩的目标 让人耳目一新 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呢 我觉得当时是充分展现了 整个中国的文化自信 给全世界交出了一份文化盛世的谈券 那么经过了14年之后 今晚的这个冬季奥运会开幕式 让我们看到了咱们中国的科技力量 让我觉得是耳目一新 充满了满满的科技能量 特别是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情况之下 咱们国家有能力 有自信 高效 安全地举办了这次开幕式 相较于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 此次冬奥会开幕式的时间有所缩短 演员数量也大幅减少 但在香港观众看来 这场开幕式新颖独特 亮点分成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令我特别有感受就是到最后传递性火 然后典炎性火那一幕 令到我们一身全球人类大开眼界 在十多年前和十多年后 有什么最大的差别呢 就是我们的角力不断地增强科技力量 跟着在绿色环保低碳的方面 或者各个领域方面 我们亦都比十多年前进步了很多 但有一件事是没变的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团结 整个开幕式呢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五环升起了一个破冰的过程 六个冰雪运动员呢 和影像的冰球呢 互相的击打创击 然后最后一个冰立方破裂 升起了一个晶莹剔透的冰雪五环 这样一个破冰的过程呢 充满了现代化的高科技的元素 更加让我们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和科技的霸掌 本届冬奥会中国香港队派出三名运动员参加 参赛人数为历届最多 香港观众也通过自己的方式 为冬奥会的顺利举行 和奥运健儿的精彩表现送上祝福 希望今次北京冬奥会呢 可以顺利举行 运动建议都可以 乘风破浪在场解职 我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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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香港 我们在香港 我是香港 在香港 我在香港 我在北京 rooftop na eger 到了